最近就有图片显示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号的驱逐舰正在建造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型号就引发了猜测 引发了很多的疑问 甚至有分析就说了 说这是一种怪异的黑科技 他用了黑科技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有可能是结束美国霸权的一把剑刀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明顿评 由于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到底是一艘什么舰 所以咱且把它叫做一种新型的驱逐舰 在某船厂的船物之中 它的船身和舰桥部分已经基本上建好了 整体上来看它非常像是052D 应该是从052D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但是和052D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首先说这个总长度 它大概比052D短了有10米左右 宽度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整个船你看上去好像是短了很多 宽了很多那么一个感觉 剑桥和上层的舱室也相应就缩短了一些 但是直升机机库和飞行甲板没有什么变化 外界就分析了 它的满载排水量应该是比052D超过7000吨是要小一些的 但是应该也是超过了6000吨 与052D差异比较大的部分在两个地方 首先是剑桥的上层建筑 它的外壁的倾斜度似乎没有052D那么大 比052D小一些 那么这个就可以提升一些内部的空间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放弃了隐身性能 第二个区别就是前甲板这边了 这个地方的区别非常的明显 前甲板这一块明显的就缩短了 从舰手向后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开口 这应该是一个安装前种炮的位置 但是这开口的直径似乎不是很大 可能装的就是76炮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垂直发射单元的开口了 就是一个大的好像一个大的方洞一样 从舰手到垂发中间的这位置呢 只有29米 而052D呢 这一段距离大概有39米左右 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家的疑点所在了 因为如果你说吧 它是一种新的一种驱逐舰 那你为什么要缩小 把它变得这么短呢 难道是为了提升这个最大的航速吗 如果说它是一艘护卫舰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成熟的054A 和它后续的054B了 为什么又要在052D的基础上 改进成一种新的型号的护卫舰呢 那么无论是新的驱逐舰 还是新的护卫舰都好 那它怎么在我们现有的编制之中去定位呢 那你再弄一个有明显过度性质的型号 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生产和后勤保障这方面 也是有很大的麻烦 那么搞这么一个新型号好像意义又不大 外界啊 说这球新舰呢是比较怪异啊 它可能这个疑问就也只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这个疑问是太多了啊 至于说它有什么黑科技 我倒是觉得谈不上什么黑科技啊 你不管它到底是一艘什么船 应该还是用的052D的比较成熟的技术 用现有的基础上改进出来的比较成熟的东西 能够快速的生产出来 现在呢是船身和上层建筑基本上成型了 这还没有安装啊 雷达呀 武器呀等系统 因此呢 还不能最终判断 它到底是一艘什么船 它最终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呢还有一种说法啊 我认为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倒还是比较大的 说它呢就是一艘052D版的海警船 也就是总把052D改成海警船来用了 现在你看啊 随着这个海上斗争形势是越来越远近 这个需要更大更多走得更远的海警船 你看日本那边不是有消息说吗 说居然它还要搞出一个三万吨级的 这个执法的这个海岸警卫队的执法船 这个方案都出来了 当然咱们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搞出这个大船出来啊 反正他们现在这个野心 你看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最近啊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啊咱们向这个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就注册了26艘船 这就预示着我们中国海警的巡逻区域 将延伸至所谓的第三岛链的腐地 这不仅仅是要保护远洋渔业啊 那还是在更快的战略层面 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一种长远考虑 那么在美国长期影响下的太平洋地区 我们要敲进去这么一颗钉子 植入我们中国的影响力 那中国海警常态化的巡逻 将成为亚太安全战略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师 那周边这些国家 他也才看我们 看我们的能力到底要去到哪一步 所以要这么看啊 这个所谓的052D版本的海警船 它倒也是挺符合我们的需要 那么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解构 美国霸权的一把剑刀 不过呢如果说它真是一艘海警船的话 你说这个前甲板那个大方洞 就是原来052D安装垂直发射装置的那个地方 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难道说你海警船还要安装那个垂直发射单元吗 这个是有点不可思议了 所以呢我们还要看这艘船的进一步进步 才来看看它到底有可能是一艘什么剑